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想见你的电影版 这是一部在今年一直有听到消息 但是很晚才确定在今年的跨年党上映的一部跨年电影 延伸至2019年的热门电视剧想见你 由原电视剧的导演黄天仁指导 这也是拍过很多电视剧的他第一部的电影 也由原本电视剧的主演带着他们原来饰演的角色回归 有因为这部剧大红的许光翰 还有拿下金钟奖戏剧节目奖最佳女主角的柯佳燕 以及饰演默俊杰的施博宇 电影版还加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由金世佳饰演 因为故事是从电视剧的剧情延续下去的 所以我们用最粗略的方式复习一下想见你的电视剧的剧情 主角黄雨萱在男友王全胜过世之后 靠着一台水深厅穿越到1998年21年前 成为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女高中生称韵儒 在那里他遇上了跟自己男友长得一模一样的同学李子韦 后来发现到自己的男朋友王全胜 就是这个李子韦在他们相遇之后穿越过去的 就是说原来他的男朋友 就是这个他穿越过来之后才认识的李子韦 最后两人决定一切归零 放弃对彼此的回忆 放弃这段爱情 拯救他们身边该拯救的朋友们 而电影的故事就从电视剧的最后再也不认识的男女主角们 重新又遇见开始 当然在电视剧的结局当中 就有一小段男主角李子韦在高中的时候 遇见了那个还是小女孩的黄雨萱的一小段戏 一个接近犯法的剧情 那个小女孩大声的说 你不可以忘记我哦 就让所有看完电视剧的观众都很好奇 这两个人在长大之后 是否又会重新遇见再次相爱 电影的开头就是顺着这个期待下去 很大程度的满足了 这些观众在追完剧之后那些心中的遗憾 所以电影的开场有一大段戏 就是在看这两个人再谈一次恋爱 当然是长大之后的黄雨萱啦 这里是哪里啊 我是陈韵如 然而当我以为这部电影 就是一个爱情实境节目的时候 故事才真正开始了 不幸的事情又发生在他们身上 而且那个500的录音带又出现了 这就开始了一场你穿越我我穿越你的时空大乱斗 那跟电视剧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这次穿越的逻辑有一点不一样 上次比较接近一个单一时空的穿越剧情 就是当你穿越后改变了什么事情之后 原来的那个时空也会改变 但这一集可能是因为奇异博士或者是飞红女巫 多重宇宙被整个打开了 穿越的逻辑就变得更复杂了 可能是设计要让观众多看几遍才可以看得懂吧 那这部电影我一刷之后看完的感受呢 首先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电视剧粉丝非常有诚意的电影版 除了该有的电影元素满足观众想要看到的内容 经典台词的再度出现 许多的故事线索也沿用至原来的电视剧 一定会让原本的粉丝看到很多的彩蛋细节 但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这个想见你的电影版不免就落入了这种 电视剧红了之后就拍一部延伸电影的问题 一是太服务粉丝 二是看起来不太像电影 我在看的过程里面是还蛮明显的感觉到 电影跟电视剧虽然看起来差不多 但还是有差别 有些地方电视剧是过得去的 但电影中就不太适合 包含特效啊 演员的表演啊 或者是拍摄的方式啊 我觉得电影还是更高一阶的 因为观众的专注度是更高的 也包含了那个荧幕跟荧幕之间的大小差别 于是是得拿出更高水准的视觉画面啊 还有内容来的 这点我觉得在想见你的电影版当中 是比较没有让我看到一部电影的野心的 不过这个相对保守的做法 就会让观众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叙事上面 这黄雨轩 来自未来三年以后的黄雨轩 而这个叙事上 我觉得还可以吧 看到最后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故事 没有到想见你的电视剧那么的神 但也还可以 只是一切的剧情发展 都有点太过容易了 让人感觉不到原本 想见你电视剧中的那些苦涩 或者说一些比较黑暗严肃的部分 但如果你是抱着 这就是电视剧的补充剧情的话 甚至去电影院前又再看了一遍电视剧 把这些角色之间的各种心路历程 再重新温习 这部电影会是一个你很棒的信念礼物 会是宣传上所说的那个 一场不复相遇的重逢 但严格一点来说的话 这部想见你的电影 是有点消耗这个大红的电视剧的 而不是利用到这部电影 帮助提升这个IP更高的价值 我不讨厌这部电影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尤其是看到最后 我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结局的寓意的 最后再讲剧中的角色如何面对失去 该怎么对这些即将消失的人事物放手 有一刻我看懂了为什么那个录音带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录音带 以前我都叫它卡带 就是这个时代消失的东西 虽然我知道最近好像又流行起来 但是是极少数嘛 它是不可能再回来的东西 你只能接受 然后看着它就这样消失了 尽管你再想见 也只能在心中里面想念 想见你电影版特别推荐给 想要见到李子维 黄雨萱 莫俊杰 陈韵茹 还有王全胜的你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订阅按赞 还有打开小铃铛 你可以在各大Podcast平台 搜寻罗比频道用听的 收听我的节目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